去日本落雪的地方住 有什麼要預備日本落雪地方的日常 去日本旅行 大家都很希望看到落雪的白茫茫一片 看著雪山特別思情畫意 除了特別大風的日子之外 馬路都仍然暢通無阻 最多大家開車慢一點 但如果入到橫街窄行 你就會發現很多積雪 為什麼呢 當然是因為政府會橙雪 原來政府很多時半夜才橙雪 用一個大型的橙雪車來回行駛 我們問過本地人 他們說這是二世古的日常 他們已經免疫了 而居住在這裡的人 會聽政府的吩咐 每一天在不同時間 就會打開坑渠蓋 然後放雪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在那些中數 就會在下面沖水 就將大家的雪沖走 大家會問我們為什麼會知道 在一個很風和日麗的晚上 凌晨五點幾 我們是被橙雪車吵醒的 我們當然在那裡瘋狂地說粗口 但實在太吵了 他們不會聽到我們說什麼粗口 政府或超市設施的停車場 他們喜歡在凌晨時段橙雪 為什麼呢 因為日後橙會阻礙客出入 那些停車場為什麼沒有雪 就是因為凌晨真的橙雪 大家如果來到日本雪地住民宿的話 有一件事必須要帶 是一對很漂亮的椅子 如果你不想來到才知道你想去的店 已經倒閉了 那就快點訂閱我們的OKFamily 記得按旁邊的小鐘